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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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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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 我们我们看这个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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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操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完成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枿 中文字幕志 文字幕志愿者 其中 准是 我们都知道 他们在南方 史书上 来稳定 就是他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不知 除了学乱 不是真实 他的好朋友 你说 跑到过去 追来之后 这种 中文字的路 中文字幕志愿 实在 他欣赢 是 原则 对手 做了 在这一组 中文字幕志愿 藤蛇 这三句 中文字幕志愿者 就业需要时间 但是啊 人世间没有人能够战胜 自然所给予我们的这种生命跨度 那么曹操是怎么处理个矛盾的呢 他诗中说到 老记福利 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 以就是停止的意思 年老的千里马 虽然在马厩中 但是他的雄心壮志 仍然想着一日持千里 有远大志向的人到了晚年 奋发进取的雄心 那丝毫不见 紧接着他为自己啊 还提出了一些方法策略 告诉自己怎么去完成这些东西 他说 迎缩之妻不但在天 养仪之福可得永年 这几句话啊 我们放在一块 就能理解透了 就是说 人的这种寿命长短 它不是上天 全部决定的 如果人把自己保养得好 也可以延年益寿 争取一些时间 去做更大的事情 曹操这绝对是 无奈当中的一种应对之法 困惑当中的一种豁达之举 曹操在这个写诗的时候 他已经是53岁了 按照古代人的那种标准啊 这是典型的下寿 但是呢 北方到现在 还有马超 韩岁等人 上位平定 南方呢 还有刘表 孙权等诸侯 所以一统天下 这个梦想 到现在 还有些 遥远 曹操 一直在路上 但是 上天留给曹操的时间 真的是不多了 曹操啊 他发现了一现象 所以他在这诗当中 经常 非常平静的 流露出 那么一种感慨 他这样说 年之暮奈何 时过时来微 知 动词 到达的意思 就是说人一代到达暮年啊 就感觉到 溜走的时间 他越来越多 而到来的时间 又是那样的少 能主宰千军万马的 一代统帅 在命运面前 我们感觉到了 他是那样的 无助 这让我们特别的难过 但是一旦想到 他这个志向 又是为了天下苍生的时候 我们又感到 特别的感佩 人最终啊 是不能胜天的 而且越是为天下 苍生挣扎 我们就发现 他的痛苦 就越深重而清晰 曹操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说呢 我们看完了 不出厦门行 这一组诗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他必然要写出 曹操的悲壮处 也写出 曹操的伟大处 当然 对更多人来讲 我们彻底就搞明白了 曹操的志向 到底是什么 他又为何 一生那样的焦虑 再回到 开头的话题上 我们说过 他的玄机很多 回到公元 2007年 这个时间节点 又有这样的志向 这样的一种危机感 我们就知道 赤壁之战的到来 只是时间问题 这就是这祖师的 第三个玄机所在了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能发现 曹操在结石的感悟之后 就必须要面对一个事实 他必须要难争 而且是迫不及待 无人能来 那么我们的期待 也就随之而生了 曹操在这样的人生困局当中 或者是命运的悲剧当中 通过什么方式 去实施自己的志向呢 他又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 请听下回 谢谢大家